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南昭玉 國軍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居住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課本一二十三頁 倒數第五行 講到這裡 現在講到這個善之士 關德莫關師 隨順莫為逆 講到這個祭 下面說的佛說滿泛恨 學者並尊敬 接下來要解釋這個 他說其次 叫做某次有一次 如來讚嘆善之士的功德 就是我們說過善之士 這裡主要是所謂的教授善之士 當然有同型善之士 還有所謂的外父善之士 但善之士的功德 阿難說半泛恨的所謂善之士 那有一天在打仗 不然想起來說 就是跟佛說 說四順我知道 善之士是我修行 泛恨就修行得成就 就是半泛恨就是一半的力量 都是要靠善之士 就是如果讓我 就是給我修到很大的關注 所以他說半泛恨者 那就是我一半要靠善之士 那就是我要修成泛恨 就是阿羅漢得成就 那時候已經是泛恨成就 那意思就是說 我修到一半的力量要靠善之士 就是像這樣 我就跟他講 不要這樣說 存意滿盡 犯恨清白 所謂善之士 意思他就是說 修行不是一半要靠善之士 而是修行 全部都要依善之士 那意思不是他力的思想 不是 而是說 他一開始的因緣要依善之士 那麼依善之士 那麼才有 才有你可以得以成就的這個因緣 那為什麼是這樣講呢 我們來看 他說阿蘭的意思 就是 所謂清淨善之士 清 那清淨犯那可以說完成一半 因為善之士教導你的 所謂的善之士 在佛教裡面 就是有助於你修道 有助於你正道的 有助於你得到的 那意思是說 那我修道的因緣得到了因緣 那麼一半要靠善之士 那他說這個 這個已經完成一半了 就是我清淨善之士大概就是修道已經 已經有苦了 可以完全一半了 佛的意思 清淨善之士 可以說是圓滿 清淨犯恨 那意思就是說 雖然還沒有成就 但是早晚會成就的 一定會圓滿成就 已經完成了 當然不可能 你其實在清淨善之士 你就圓滿 那提伯達都也清淨釋 釋迦彌佛 他也沒有圓滿 他的意思是說 善之士的重要性 所以佛是怎樣的重視善之士 所以學者應該尊敬共良善之士 好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怎麼樣是全犯恨 就是說意思 我們如果照經典的來講一下 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說半犯恨 全犯恨 那如果依這個阿含經來講 我們看 那鎮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鎮壓 他說 與善之士共仇事者 依根真義 信根真義 信根真義 為什麼善之士是全犯恨 我頭是怎麼說的 你善之士 如果圓滿 就是圓滿 全就是圓滿 你会圆满你的犯案 就是圆满你的道恨 你会让你正道得到 信根真义 那信是路道的要门 就是路道 就是信 信为路道之门 就是要从信开始 那你信心上就是你的信根 就是你路道的这个信心 那么对佛法的信心就可以增加 文施慧德皆惜畏俱 然后你从善自圣那边文法 文施慧德 这里就讲了四个 信文施慧 但是他后面讲信念文施慧德 这里可能少了一个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文施慧德的经文 就是你会具足这样的能力 就是具足这样的功德 就是文施慧德皆惜畏俱 关于这个有很多讨论 但是我们就大概很轻 一步轻一步绿来讲 这些畏俱 都具足了 所以你要跟善自私在一起 有路越浪漫 越浪快要圆满的时候 越浪漫 我们看一下 官民見證 悖欲藏死 此亦無生 若有善男子善女 親近善之死 若有善男子善女 親近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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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 就是说这五德 具足 犯恨就是对于修行来讲有很主要的 善之士来增加你这个信 武 念 事 文 那这是增加 另外 另外来看他说所谓的 因为他这里叫全犯恨 怎么样是全犯恨 所谓却有固力 有固力 有固就是说一切有固力 有固就是说一切有固 有固力 有固就是说一切有固 恨就是疲恨恨 所以他的言文是说一切有固 疲恨恨 所以我们就写有固力 他说善之士是全犯恨 为什么 有此变人 离恨之士 他说善之士是全犯恨 是因为有此变人 离恨之士 善之士的作用在哪里 有此变人 离恨之士 因为离恨之士就不照诸恨恨修众善 不照诸恨恨修众善 我们后面就是 所谓这样能够存一满歉 那得上半与其同俊 我们后面就是 所谓这样能够存一满歉 那得上半与其同俊 就善之士 离恨之士 离其同俊 那就一样 共同事的意思 乃至涅槃 无事不报 甚至有此的就得涅槃 所以叫做全犯恨 顾名全犯恨 全就是原版 圆满你的道恨 犯恨 犯恨 俱逐犯恨 正好的话就俱逐犯恨 顾名全犯恨 所以为什么善之士是全犯恨 那经历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描述 如果我们就举身的经恩 因为经恩就不律 来说理 因为当时他这里主要是 这段案件的重点是说 你亲近善之士 那么能够得到信文念识会 这一些能力 那么这一些功德具足就能够让你 就能够让你对你的修道 就祝道 让你能够成道 正道 那么正就是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这个犯恨 全犯恨 就是能够圆满 圆满你的修道 圆满你的道恨 一个绿点是因为第一个 他是说因为你有善之士 你就会离二之士 那你二之士 亲近善之士 他教你的就是什么 他只是想修仲善 就是有很多 那这些仲善 那么就是包括 可能就包括这个天定位 然后让你能够得涅槃 一事不办 因为这样所以都全犯恨 那是因为这样所以都全犯恨 是这样 好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利益 有这样的功德 我们应该要尊敬 要供养善之士 那么《华言经》等 都说得非常详明 那这个 好 好 那这里讲到华言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来 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 华言经讲了什么 什么 用电脑 有关键 有关键 起来用电脑 嗯 还有关键 抽片的电脑 嗯 那边有 好 我还有一些 好 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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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 《華元經》裡面講到善之士 他說善之士的功德 就是能夠去一切智門 令我得入真實道 那去一切智慎 你們看 能夠讓我入一切智門 他就是令我得入真實道 去一切智慎 他都是一切智 一切智就是佛 一切智門一切智聖 令我得志如來定 一切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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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說善之士的功德 有什麼功德 剛才我們講的是 他可以增長 可以助你修道 讓你得信 面文社會 信文面世會 信文面世會的功德 然後你能夠一二之士 乃至讓你可以 證得涅槃 那這裡 這裡主要 大聖主要講成佛的 阿涵跟律 只要是講涅槃的 很解脫的 所以他就強調的不太一樣 就是善之士的功德 主要是阿涵跟涅槃 那麼阿涵跟律 基本上都是強調正涅槃的 大聖佛法不強調正涅槃 大聖法法不強調成佛 是怎樣 這是他的功德 他的作用 那個勸一切至於 這個 他說一切自門 一切自稱 一切自聚 令我得身實力光 讓我有這個力量 得身 實力也是佛 自己都在講佛 佛的光明 實力是佛 這個如來也是佛 一切自 一切自本來就是佛 如真實道 那這個 佛的一個功德裡面 有實力是無所謂 這個是不共 不共其他惡勝的 乃至菩薩的 那另外說 另外說 令我得去一切道 一切道 一切道是什麼 令我得露虐盤塵 令我得露虐盤塵 一切道 令我得露虐盤塵 一切道 令我得露虐盤塵 知道 知道什麼樣的路 是不能走 什麼樣的路 是安全的 知道 那第六個是 那令我 他是 這個一切自能 一切自稱 一切自聚 一切自盜 一切自盜 一切自燈 一切自喬 有很多形容詞 喬就是 度顯惡處 令我得度顯惡處 那 第七個是 一切自盜 盜是閃蓋 國王出文 沒有那種閃蓋 閃蓋就是我們的雨傘 那以前沒有塑膠的 所以以前用布做的雨傘 閃蓋 遮太陽 這是雨傘 遮陽傘 那是雨傘 就是幹 那這個是 令我得身大慈養 令我得身大慈養 清涼 此刻有這種清涼 那 八個是 一切自 一切自演 令我得見法性能 令我得見法性能 雨傘老師只是 就提出來說 華燕軍說了很多 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華燕軍大概是怎麼講的 不然導師說華燕軍等說得非常詳明 不知道到底 我們會想說到底華燕軍說得什麼 那 第九個 他用了很多信用詞 聖之思 那麼是 去一切自能 那 他是 滿足大悲 滿足大悲水 令我滿足大悲水 大概 大概了解一下華燕軍說到 善之思 到底有什麼功德 那 前面講的時候 一些有顧慮 講善之思就是全貫恨 全貫恨是什麼功德 那個是能夠引導你到涅槃的 但是 他怎麼引導我們到涅槃呢 那 從阿安軍軍來講 就是 他讓你有信 相信佛法 然後 可以聽聞佛法 然後有信心 聽聞佛法 然後產生正念 然後能夠捨 然後不思 然後有智慧 所以能夠到達涅槃 有這些功德 那綠典就強調 那麼 綠典是強調 讓你能夠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最後能夠自行其慾 然後得逞 涅槃 綠典就這樣強調 就是強調 有這些二生思 然後不照做眾惡 然後能夠修善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然後這個善行裡面 包括到最後到達涅槃 就自行其慾 綠典就這樣強調 那這個華燕軍 是這樣強調 這個是我們來說 這個善生性的功德 到底在說什麼 好 再翻過來 六十四葉 現在講到三途八難 好 就是人的殊勝 現在要跟你說 人的殊勝在哪裡 我們的殊勝 就是這一期 就在講 這個人生難得 佛法難為 其實這裡就要講這個東西 好 你比三土苦 不生長壽天 佛是生尊狗 根據你邪見 好 先講這個祭品 這個是在講人生難得 那人生難得就是排除掉 那但是這裡 這裡不是人生難得 還有這個佛法難為 那以人生學佛法 這個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知道他講三途八難 就是講這個 我們來看 古人說 善知識難遇 佛法難為 那一般來講 人生難得 佛法難為 善知識難為 遇到這樣難得的良好機緣 切莫看得太容易 有些人會以為 常常有人言 我是不要 我要隨時都可以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是說 有些人 有些人覺得我時間多的是 那我以後 我以後再來好好學佛 等我老了 等我沒有試做的時候 也是像這樣 那 你覺得他學佛他不一定要 其實學佛並不一定是 學佛並不一定是一種 我們認為的忠孝性 其實不是 學佛其實是比較偏重在 讓你的生命提升 讓你的生活進化 就是讓你過更好的生活 那麼在現在乃至在未來 其實這樣 因為痛苦讓我們生活變得不好 可是痛苦怎麼來 這每一個人都要離苦 都要得樂 每一個人都想離苦得樂 不要說每一個人 每一個眾生都這樣 佛法叫做離苦得樂 我們傳統的說法叫做 屈己必修 包括這個意思 每一個人都要屈己必修 那種離苦得樂 可是方法是什麼 我們用了那麼多的方法 研究了那麼多的學問 人還是在受苦 眾生還是在受苦 為什麼 佛法是在解決這種問題 所以佛法的核心就是離苦 因為離苦才得樂 佛法的核心是離苦 那離苦的根本就是要知道苦因在哪裡 去除掉這個苦因 這個是佛法在講 所以佛法叫做滅苦之道 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不一定是宗教性的 宗教是後來我們變成 比如說我們這樣 有一個佛像 然後有一個經書送經 這些儀式 讓它形成好像帶有一點宗教性 它其實嚴格來講 嚴格來講 佛教不是一種宗教 你看世間的宗教 清朝教 佛教 他們的一個核心就是以神為主 佛法不是 佛法是以法為主 所以嚴格來講 它沒有那個宗教性 所以就變成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實不是 佛陀的教導 它並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上 神慾 就是神的 神的士徒 神的懲罰 不是 它告訴你道理 有一點像現在的科學家 它告訴我們道理 我們並沒有一個科學教 沒有 但是它告訴你真理 其實世界是怎麼運行的 比如說它告訴你人是怎麼進化來的 這個星球是怎麼運行的 它告訴你這次道理 只是佛法告訴你的事 這個眾生是怎麼來的 人是怎麼來的 痛苦是怎麼來的 它是怎麼運作的 它告訴你這一切 就好像我們知道 這個氣象學家告訴你 這個 這個颱風是怎麼來的 暴風是怎麼來的 我們要怎麼避免 如果來的時候我們要怎麼避免 我們要怎麼做 才不會讓它來的時候我們受苦 我再告訴你這個 我再告訴你這個 那你有沒有把它拿來拜 沒有 當然這個是我們 有這些儀儀 像我們要拜佛 要不認真 是增上我們的信心 它其實是要讓你有信心 然後恭敬 那你越恭敬 你越強烈會越相信它們 當然它不是完全沒有宗教性 但是它不是那麼宗教性 所以你可以不拜佛 但是還是能修佛 但是你見到佛 佛統時代也沒有佛像 但是它見到佛的典禮 因為發自內心的恭敬它們 因為它是眾生的明燈 沒有了這個明燈眾生就黑暗 由於這樣發自內心的恭敬它 跟它典禮 但是最重要的是跟它學習 其實最重要的是怎樣 那這裡再講 人生難得佛法難聞 我們來看 古人說善知識難逆佛法難聞 說不要 這麼好的機會不要看得太容易 很多人不覺得容易 要知道得聞佛法 要離疤難才得 就是你要離八種過世 疤難就是有八種 你不太能夠聞到佛法 你看那個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有些人往生到 要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可是信心不具足 生到邊地離城 五百歲 不聞法 不見佛 有沒有 沒有佛法生 那佛陀的弟子生到天上去 他們都希望 以後天受氣的時候生到人間來 為什麼 人間有佛法有三保 天上沒有 所以 後面就會講 天以人也散除 那人不知道 希望生到天上去想佛 可是天上知道佛怎麼來的啊 佛法的根源就在天魂佛法 然後依著佛法說五戒指上 才生到天上的啊 可是現在我生到天上 他也能夠聞到佛法 所以他希望以後 如果離開天上 如果要去哪裡的話 他希望能夠到人間 因為人間有什麼 有三保 他能夠再依之修善 然後能夠再得到這個福報 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 他要離八難 八種 八種不能夠見到佛 我聞到佛法 只要是聞到佛法 見到佛不一定聞到佛法 見到佛不一定聞到佛法 但是你沒有見到佛 你就聞不到佛法 在以前是這樣 以前沒有十萬 現在我們沒有見到佛 還是可以聞到佛法 因為有佛弟子 但是佛弟子最早是從佛來的 那現在 現在 即使我們沒有佛 我們也有佛法 那是因為有佛弟子 那最早的時候 佛沒有出現 你根本也沒有佛 你沒有佛弟子 你是沒有佛法 那所以我們來看 他說要離八種 那前任三種 他這裡一個一個講 但是他這裡總共寫了八種 如果我們把它列出來 寫在黑板上比較清楚 就是三 我們叫做三土八難 那三土八難 三土就是三二道 那三二道再加上五種 我們看這個 這個 長壽天 然後 長壽天 然後四字變衝 盲龍陰陽 佛前佛後 這一些加起來 就變成三土八難 我們來看 這個三土八難 這個 第一 惡鬼 因應促生 第三 其實軌道不是只有惡鬼 惡鬼是其中的一種 但是惡鬼最多 所以叫做惡鬼道 鬼道也有福報的鬼 吃的飽飽的鬼 那些神也是鬼道 但是他們不是惡鬼道 他們不是屬於惡鬼那種 沒有得吃的 但是惡鬼 惡鬼占多數 所以 直接就叫惡鬼道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叫做三土 也叫三惡道 三土八難苦 第四個是 第四個是長壽天 第四個是長壽天 三土八難 長壽天到底是哪一天 這個有很多種說法 等一下我們再來考慮 第五個 他這裡有講 就佛式 就是佛前佛後 就是你在佛前佛後 就是佛式就是可以聞佛法 但是不在佛式 就是在佛出世之前 跟佛滅渡之後 那你才來啦 那你就聞不到佛法啦 所以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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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佛式是邊 就是中國 中國是邊地 就中國邊地 中國佛前佛後 第五個是佛前佛後 照這裡講的 我看他的次序是怎麼樣 長壽天第五個是佛前佛後 就是要生在佛式啦 如果你生在佛前佛後 你就見不到佛啊 見不到佛就 就沒有辦法聞佛法 就是佛前佛後 第六個 第六個是生在中國 那就是要離邊地 邊地 邊地就不是中國 那他這裡就生中國 就是不要在邊地 反之其實是邊地 好 那第六個 還要六根巨竹 就六根巨竹 那基本上一般說的就是 盲龍陰陽 就是難 六根巨竹 就是六根不巨竹 那一般的說法就是叫做盲龍陰陽 盲龍陰陽其實就是六根不巨 那六根不巨就是在天文佛法上有障礙 乃至於你 愚痴 那麼你思維佛法有障礙 盲龍陰陽 那盲龍陰陽就是六根不巨的意思 那盲龍陰陽就是六根不巨的意思 那邊地就是生在邪見家的意思 就沒有在佛法 沒有在佛法的地方 你當然就是邪見了 那第八個 第八個這裡講的是邪見 那邊地沒有邊地是沒有生在佛法的地方 那這個邪見 另外一個是邪見 就是邪見家 那一般來講叫做四字便衝 大概是這樣 四字便衝 那這個 這個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要來解釋 這個是編地 編地是生在有佛法的地區 這生在有佛法的地區 不一定給文佛 它有很多種限制 比如說我們再來講 那這個整個起來叫做三途八難 這邊叫八難 八難 那合起來叫三途八難 那一個一個來看 因為它這裡 一般的所謂八難是這樣 有時候叫八五小 然後它這裡是直接 直接從 從這個來講 黃隆印要四字便衝 我們來看 一個一個來看 他說要得人生不太容易 那先要 先要 那 不只是得人生 正在講三途八難 就是文佛法 得人生文佛法 這個都不太容易 那三二道中 他說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這 前面三個 八難裡面前面三個 脫離三惡道 就三途 那 就是 第一 磅生 磅生就是畜生 鬼 鬼是惡鬼 三途的苦報 就是它是一種果報 那這叫三惡道 那身在這三惡道中 就沒有聽佛法的機緣 對 很難 三惡道裡面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俗法理器 那有些人說那 地藏菩薩不是到地獄裡面去嗎 它有沒有在地獄說法 地藏菩薩是定義 它也不是說 如果照地藏經來講 它是這個 重點不是到地獄裡面去救人 不是 是讓人 地藏經的重點 不是地藏菩薩去地獄裡面救人 而是地藏菩薩讓人不墮入地獄 重點是在這裡 只是讓人不要墮入地獄 那一旦墮入地獄就很難 很難 那從地獄裡面出來 那它也許也有它的方法 到地獄裡面 讓這些眾生重善根 應該有 但是重點就是跟他們結緣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對地藏菩薩 那麼就好像醫生 就這個病人 那病人感恩這個醫生 以後聽醫生的話 容易聽得進去 是 應該是這樣 那 畜生道 軌道 軌道 軌道也不是完全不能聽佛法 聖魂舉辦佛會 超度佛會 那你如果 有些會招魂 有些會先頂魂 有些會 你沒有就是你意念 比如說你高寡主身 怎麼樣 現在還已經 或是已經動入軌道了 那麼他也會來 有些也會來 有些有些浮渡 很多軌道眾生 軌道眾生衝刺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那麼有些軌道眾生也會聽法 但是他不是在軌道聽法 他是來人間聽法 那軌道能夠來人間的 就是說他自由的 那麼就好像現在 有一些人 他即使能聽法 他生病 或是他餓得要死 或是他忙得要死 他剛剛餓得吃忙得要死 他也沒辦法 又是像這樣 那軌道情況更差一點 那第一個是 他們文法的機會不多 第二個是 就算聽了 也不容易記得住 不容易理解 是這個樣子 那軌道比畜生道好一點 畜生道就更難 除非是那種高級畜生 高級畜生就是像龍 金刺鳥王那一種 或是像精靈鬼怪那一種 成精成怪的 蛇精 無禮精 那些成精成怪的 那些稍微有力量的 他過去也因為 過去也修行 但是落入畜生道 有畜生生 但是他還是有修行的 這一類的還可以 那大部分的畜生 你就是跟他聽 跟他講 他也講不聽的 那也沒辦法思維 因為他魚吃重 鬼道還可以 但是鬼道要得到的機會不多 不容易 人就懶了 鬼就更懶 煩惱更重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三二道 它基本上都不容易 沒有聽佛法的機能 那所以他講 大力鬼王龍王 你看那個佛說法 那個天龍報復 都來啊 天龍報復裡面 有些是促生道的 有些是鬼道的 金刺鳥王 王蛇神 然後那個龍王 這個是鬼道的 這個是促生道的 那有些是鬼道的 阿修羅 羅叉這些 這是鬼道的 所以他們也有聽法的機會 不是沒有 有 那像我們做法會啦 超度的這些 有些鬼道裡來 但是 是不是這樣聽法 他們就超度了沒有 沒那麼好 你念的人都沒有超度啊 那些聽的人就超度了 那麼厲害 其實說 其實超度就是 你 比如說 你一般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你有煩惱 你聽了這個佛法之後 你的煩惱止息 那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獻血的作用 就是它最直接的作用 而你很生氣 你不斷 就像前面講的 清淨善知識 你對佛法申請信心 然後去惡修善 然後慢慢慢慢 火爆就增上了 那你本來是促生道 你本來是鬼道 你就會離開鬼道到人道去 那那人道就會上升到天道 乃至於道怎麼樣 道解脫 它其實是這樣子 那鬼道如果要超度 就是它因為佛法 然後去除它的煩惱 那麼它就能夠脫離這個鬼道的生 脫離了 就是我們就會超度 那超度一開始是超度煩惱 超度煩惱這樣 超度煩惱障才能夠超度業障 才能夠超度暴障 果暴 它這個身體 它說這個促生生 說這個鬼道生 是一個果暴 你沒先從煩惱障超度行 怎麼可能超度從煩惱來的業 怎麼可能從業聚 業成熟才會受暴 怎麼可能超度因為成熟 已經成熟的業所受的果暴 這不太可能 但是他們也聽法 有些也是鬼道中生很多 也會聽法也會 但是不多 機能太少 就像促生道偶爾也有聽法 人不多非常少 人聽法的就不多 何況是鬼道促生道那就更少 六道裡面最多的就是促生道跟鬼道 滿坑滿谷太多了 你看促生道有多少 不能講 講過完 地球百分之 這個地球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百分之三十才是山地 海洋都沒有住人的 那個促生有多少 那個魚別蝦那個多少 那個魚一群幾百萬隻 幾群幾群 百分之七十海洋 都是住那個魚類蝦類的 類科類的 非常的多 剩下了百分之三十的陸地 百分之三十的陸地裡面 陸地百分之七十是山 因為不是在那個山 你看那裡住很多眾生 山下 山上 那個也是啊 那個泥土裡面 那個多少的眾生啊 等於後面講雷生難走 那個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知道的促生道 你看那麼多 滿山滿谷 鬼道也是這樣 鬼道從深到處都有 我跟你講到處都有鬼 沒有那個沒有的 非常少 大部分都有 大部分都有 尤其在山裡面 人越少的地方 鬼越多 人越多的地方 鬼越少 就像人越多的地方 處身道就越少 他當然不容易生蠢啊 跟人越少的地方 處身道就越多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好 那他說 大力 鬼王 龍王也有來天法的 但是積遠太少 而且還不能出家說 就隨否休息 那 他說的是說出家受戒 出家受戒 出家受戒只有人可以 這個是佛統規定 那這個當時啊 就只有人可以受驅逐戒 那其他的不行 其他的可以受五戒 五戒 八戒 像菩薩戒也可以 但是出家戒不行 像茫瑙英雅有些 六宮不去也不能受出家戒 但是你可以受五戒 八戒 然後菩薩戒可以 但是出家戒不行 所以你出家 他要問遮難 就是要先問 你不能出家 也有難啊 你不能出家的 他一個會問你是不是人 你如果去出家 他會先問你是不是人 那有些龍王變化來出家的啊 有些什麼蛇經 什麼變化 他會 他可以騙你做人啊 有些人不知道啊 不是每個人有天人啊 所以當時他要問啊 那你如果 你如果騙我呢 那你也不得戒啊 那你也不得戒啊 所以他要問啊 那你是不是人 是人 好 他剛剛問了很多 他這其中一個就是 你不是人不能受受驅 那是不是人就可以受驅 你付給我 人要能受驅 他還有六根據 他還有很多條件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說你是人就可以受驅 但是第一個前提是 你必須是人 然後之後才來講 你有沒有擔任公子 擔任公子不能受驅 不能出家受驅 有沒有勸人家錢 有沒有犯罪 年紀太小不行 年紀太大不行 超過七十歲不行 不到二十歲也不行 不到二十歲不能受驅除驅 然後超過七十歲也不行 然後六根不去也不行 反正有很多不行的 不是說忍就可以 但是不是忍一定不可以 就算你是龍王 因為龍王 龍王福報很大 他的變化 那也不行 他不能出家受驅除驅 所以他講這個 他說這一些大利鬼王龍王 那麼聽法的機會不多 而且又不能隨佛修行 就不能跟著佛修行 不能出家 出家才能跟著佛修行 第四個 這個是三二道 三二道 三二道就三個 第一一個 惡鬼一個 促生一個惡鬼一個 就三個 八難裡面有三難 山土就是三難 第四個 不生在長壽天 那麼導師這裡講的長壽天 舉的 第一個就是 無色界的 無色界是長壽天 無色界有什麼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飛翔飛翔 那長壽 壽命最長的 六道眾生壽命最長的 在地獄 八喊八二大地獄 八喊八二地獄的壽命 有說是比這個 比這個長壽天還長 但是他都講 這個壽命非常非常的長 沒有具體講多長 那其他都有講 天壽最長的 就是飛翔飛翔 飛翔飛翔 飛翔飛翔 壽命多長的 八萬大劫 色界天 色界天的壽命 從一萬大劫開始起 這樣 一萬大劫嚇死人了 一大劫有一千均佛 一大劫如果我們用一百歲 一百增減節來算 就一百年減一歲 然後一百年加一歲就這樣 從十歲加到八萬四千歲 又從八萬四千歲就捲到十歲 一百年加一歲 一百年減一歲 這樣一大劫是十三億 十三億大概四千多萬人 太多了 就太多了 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不只十三億人 他是幾十億人 十三億人 一千十三億人 五十幾億 六十幾億 就是非常縮越非常長 但是這種算法我覺得不太準 我覺得這樣的算應該不太準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知道他的一個數字 就是八萬大劫 那無色界是從一萬大劫開始這樣 空無邊一萬大劫 四無邊兩萬大劫 就真貝就是了 空無邊四無邊 無所有 再真一貝變成四萬 非常非常 再真一貝變成八萬 就是這樣 那他中間寫了一個 他說 無色界 無色界有四天 空無邊四無邊 無所有 非常非常 那這個是一萬兩萬四萬八萬 一萬大劫 兩萬大劫 四萬大劫 八萬大劫 色界有無想天 壽命都體長 導師在這裡特別舉出這個 色界的無想天 那一般有說 長壽天到底是指哪一天 他有其種說法 一個就是 長壽天就是導師指的這個 這裡講的 色界的 還有這個就是無色界的 一定是長壽天 然後色界的 色界的這個無想天 那色界有那麼多天 無想天也不是最高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特別舉出無想天 無想天壽命多大 五百大劫而已 無想天的壽命才五百大劫 五百大劫也很長 嚇死我 你看那個 無色界的都是奇惡大劫 他才五百 就五百歲跟五百歲 而且那已經查很多了 但是為什麼特別舉出無想天呢 無想天基本上都是在發難之中的 那色界最高的天不是無想天 所以在色界最高的是五步還天 阿納天 阿納天 阿納天裡面都是聖者 所以特別舉出無想天 那是這樣子 我們稍微能解一下 他是這樣 他是這個色界 色界 色界總共有一般來講 一般我們三界 三界總共三界總共二十八天 總共二十八天 色界有十九天 玉界 色界有十八天 然後色界有十八天 色界有四天 玉界有六天 總共是二十八天 這個是一般性的說法 那差別就在於色界到底有幾天 各個部派講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是用普遍性的說法 所以講色界十八天 南傳的就北傳的就不太一樣 我們是同學部的 那一般來講 色界最低的有講十六天 最高的 色界總共四彩 而且是四彩 最高的也講到二十二天 最低的講到十六天 那一般我們是說十八天 這個是不同的說法 我們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現在問題是 初彩 二彩 三彩 那麼各有三天 四彩有九天 那我們來講這個四彩 因為五享天 五享天在第四彩 就是第四彩 我們重點在這個第四彩 是社界的第四彩 我們把它寫一下 既然要寫就稍微寫一下 社界 這個初彩 初彩 初彩有三天 我們知道的就是大飯天 大飯天的 升到大飯天的叫做泛宋天 那麼大飯天 上帝的這些天使 叫做泛宋天 就是這樣 泛宋 這個比較好記 就是往生的天人 泛宋 福祖這個泛天的 就是他的大臣 泛宋天 然後這個泛天王 大泛天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上帝 這個可能就是耶穌 或是耶穌的這些死者 那這個就是信上帝的 升到上帝的那些人 天人 大概是這樣 那二殘天 二殘天重點是 二殘天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說這個地球的人 最初從哪裡來 就是從光雲天 光雲天就在二殘天 那二殘天 那二殘天 二殘天就是跟光有關係的 這樣記就很好記 因為地球的人 伊佛伊阿昂記者 世俱記者 最初來地球的人 是從觀雲天來的 那光雲天就在二殘 那出殘で很容易記 出殘就是大飯天 大飯天的子名 到半天的这个大臣 就好像阿弥陀佛 就好像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大师之菩萨 然后升到极乐世界略是像这样 那二禅你就记这个无量光 然后光阴 这个光阴 他就是光 以光为主 就光阴天 然后光一开始是扫光 然后无量光 然后三禅 三禅就禁 三禅的重点是禁 那就是扫禁 无量禁 骗禁 都是一样 扫禁 这样就比较容易挤了 无量禁 就是比扫多 多了很多 无量禁 然后骗禁 就普遍了 好 地球的人是从二禅的观音菩萨 那第四禅 现在讲到四禅 重点在这里 四禅基本上分过三个层次 四禅有九天 那我们说过 重点四禅 到底有哪些天 各个不太讲得不太一样 那是我们普遍性的说法 他基本上是怎样 就是 名字不太一样 那是我们就普遍的 福生 福爱 广果天 如果是南传的就没有这两个 有的说是福云天 福生天 我们基本上就是福生 福爱 广果 如果南传的就只有广果天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这三天 这三天 差别在哪里 这三天是凡胜共住 如果是凡胜共住的话 他就有可能有到罗网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无想天 无想天只有凡夫跟外道 所以为什么他这里特别只列无想天 就无想天 这唯有外道 唯外道 只有外道凡夫 这个有凡有色 另外一个 比较有名的 这个 就是 我们叫做无禁军天 无阿纳安天 正恶三果的 都在这里 无凡 无乐 善见 善见 色就见 无凡 无乐 无乐 善见 这个也很容易记来 善见善线 色就见 五不还天 善见善线 无法无乐 善见 善线 色就见 这五天 这五天 这五天叫做五不还天 这叫做五阿纳含天 正恶三果的君子 因为他已经离开玉戒了 他不会再生到玉戒 他就生到色戒 生到色戒 就生到这五不还天 这个叫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为圣者 只有正三果的到这里 只有圣人 他这里只有外道仿佛 他这里有还圣共存 所以 生到这里是个八难 三图八难 是常寿天 那这是老师这里说的 但是也有说 也有说只要是在天上 只要是 后面讲 等一下再来讲 他说凡事升天都叫常寿天 他讲 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 他说寿命都几场 有八难大姐 但没有机缘 他这里讲色戒有五想天 那五想天的寿命是五百大姐 是五百大姐 这也是五百大姐 那我们来看 看个本 这些都是没有机缘听法 所谓他在色戒里面 他在色戒里面特别只提出 无想天 那无色戒出 人生就没有了 人生就不可能听法 他也没办法听法 他无许无事要怎么听 那他 他不是无许无事 他是进入这个无色戒里面 所以佛头的两个老师 他佛龙摩龙主跟阿罗罗嘉兰 一个生到 一个生到 这是色戒 一个生到 一个生到无所有触天 一个生到飞翔飞翔天 佛没有办法去为他说法 佛有办法 有办法去道令天 为他母亲说法 没有办法去无色戒天 飞翔飞翔飞 没有办法去无色戒天 为他两个老师说法 明白 所以这个是八难 那如果你在色戒 如果你在色戒四残 那一般来讲出残二残三残 他也有可能 但是也不容易就是了 他主要在四残 那四残更高 说明更长 那其中无想天是没有佛法 所以他肯定是八难 肯定是八难 好 那其他的地方 像高卫天就有佛法 佛陀我有上去说法 那么很多佛弟子 有些生到那里去 出国恶国的也有生到那里去 出国恶国也有生到那里去 所以那边也不一定是没有 但是也不多就是 那这些是比较说可以说是 这个无色戒跟这个无想天 都是完全没有佛法 是这样 没有基缘 都没有基缘天法 连基缘都没有 但是像鬼道促身道这些要看 高级的畜生跟高级的鬼 比较有福报的鬼跟高级的畜生 他有少许的基缘可以听到佛法 那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果生到这个天上 是完全没有基缘听到佛法 生到这个无想天跟这个无色戒的四这天 所以这里讲的无色戒的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那是完全没有基缘 所以他说 但是去真一阿含 八难品说 凡是升天的都叫做长寿天 那就包括玉界天都是长寿天 但是这个就很多讨论 到底长寿天是指哪些 但是有些说凡是升到天上的都是长寿天 但是重点不是升到天上 重点是有没有佛法 因为八难是难以闻到佛法的 就是有障碍的 所以你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有障碍的 大概就八难 所以你如果到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他在那里也是可以得解脱的 三果阿那就在那里真灭盘 他也不是那难 好 所以上不升诸天下不割山土 一般来讲讲五道 五道有时候讲六道是多一个阿修容 那如果讲五道一般 一开始只有讲五道 那后来就讲六道 如果一开始讲五道的话 下面山土是没办法的 上面的天也没办法 中间就是人 中间就是人 那只有人才有办法 其他的天跟山土道都很难 上面福报太大 下面痛苦太多 那没办法 人生好命 生坏命 都不难受 太好命也很难受 没有痛苦啊 你要有那种心 要有痛苦 要有你苦的心 这都粗鱼心 没有你休息做什么 就像你钱太多 你很难会刻苦去做工 不太 那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所以富贵修到哪去就是这样 基督教也是这么说 他说那个妇人要升天 基督教里面讲 富人要升天 比那个骆驼穿真还难 骆驼那么大只 要穿那个真口 他就比你啦 比你啦 那富人也是可以休息 佛统师在那么多富人 大夫长者 佛统师在那么多大夫长者 都在休息 好 那时间到 我们先下课